大家好,这一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在闭目范目中更改模型的材质 这里我们选择某一个模型 在下方的属性列表这里呢,会有一个材质 这里默认为土壤,我们点击一下后面的小方格 现在呢,我们是调出了软件的材质库 在材质库中有很多样式的材质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去进行搜索 我们先来把它的材质更改一下 我们找到自然土地,换一个土地的材质 选择土地04 更改完材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们的画面中 我们的这个材质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晰 这里我们可以将镜头拉近一些 我们选择这个材质 点击一下这个名称 当我们点击名称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颜色的变化 在下面是它的一个材质名称 以及它的贴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它的贴图 我们只需要点击后方的照片 去在我们的电脑上插入一张贴图即可 在后面还会有一个刷新的符号 当我们点击刷新符号后 我们的台质贴图它就会被删除 下面呢是它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去更改 颜色下方有一个透明开关 这里我们打开之后可以调整它的一个透明度 在下方是它的纹理的UV缩放 这里默认是1 当我们去对它的纹理UV进行缩放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我们将它调成0.5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土地的纹理啊 它的大小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当我们把它的纹理调得越小的时候呢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越清晰 相反当我们把它的纹理调大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头离远了之后啊 它的一些纹理我们是看不清的 那这个纹理呢 需要大家后面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场景去进行调整 这里我们给它改一下 改成0.5 在下面有一个高级属性 我们将它点开 在高级属性这里面 会有一个UV的纹理平移 这个平移呢 它是将我们的UV值啊 进行一个前后或者是左右的一个移动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调节U值的时候 我们的纹理是这样移动的 我们再来调节一下V值 我们在赋予一些细节的材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室内的瓷砖 可能每个瓷砖呢 它都要有一个固定的缝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纹理平移将每一个缝隙进行一个找齐 再下面呢是它的一个旋转 这个旋转呢是将我们的材质纹理进行一个旋转 再下面是它的金属贴图和金属系数 因为咱们的土地它并不是金属贴质 所以说这里没有金属贴图 金属系数当它的值越大的时候呢 它反射出来的金属效果就越强 下面呢是有它的反线贴图和反线强度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反线强度 当我们把它的反线强度调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纹理会变得非常锐利 反之我们调小之后呢 它也会变得非常锐利 这里的反线强度 我们一般让它保持默认就可以 如果有特殊需要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调节 下面呢是插贴图和遮挡贴图 这里面默认都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通过外部进行插入 在下面会有一个自发光 如果我们选择自发光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更改它的一个发光颜色 用自发光的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些灯光这样的材质 在下面呢会有一个开启双面 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只有一个面被赋予的一个材质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面啊 只是模型的外面 在它的内侧呢还会有一个面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点击开启双面 模型的内部 它是不会被赋予材质的 尤其是当我们做了一些抛切动画的时候 能够看到内部的场景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将开启双面 勾选上 在设置材质的同时 我们会发现往往单独调这个材质 它并不能够达到我们一个满意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在环境部署中 去调整我们的时间 同时可以调节它的一个阳光朝向 通过调节这两个属性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动画场景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